多胡闹才换来如今的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 也是我治愈的药 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 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 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 也给我最阳光的笑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 才换来如今的 解析 你等等 相互依靠 都是我的错 我不敢让她有机会接近我 但是我跟她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请你相信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 我们两个还是分开的 不 解析 我已经把她赶走了 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 一直在联系你 我很担心你 你知不知道 我不能失去你 别再说了 顾启超 我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 我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监西 监西 你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我跟苏颜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向你发誓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顾启超 我不想骗你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你会后悔的 不 我不会后悔 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 从你带我去郭儿园 我们一起去跋山 一起看星星 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 是你改变了我 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是你让我知道 原来生活这么美好 是你让我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一切你都忘了 难道 这所有的爱 你都要放弃吗 孔西成 你怎么做得要这么好 那么多缘分相遇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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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 才换来如今的回忆更受不掉 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 因为你都好别人给不了 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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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不接电话呀 没什么 一个骚扰电话 那 赶快起床吧 要吃早饭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子子 顾喜成 你别给我不知好歹 奶奶早 早 奶奶早 早 坐吧 靳西啊 回来就好 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 一定要记住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 懂吗 我明白了 奶奶 奶奶 还有你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这把老骨头啊 早晚要被迷惑惑地气死 你以为媳妇回来 你就没事了 那公司里的事情 你就不管了 奶奶 我不是一直在管吗 那就管哪 那就糟蹋 前几天公司理事 来跟我告状 说你撬了 自己项目的会议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都干什么去了 奶奶 这么丰盛的早餐 您赶紧吃吧 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 破坏了您的胃口 我 锦夕啊 以后如果再有人 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 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知道吗 我明白了 奶奶 吃饭吧 奶奶 我顾西城犯的错 我自己承担 跟锦夕没有关系 我不吃了 上班去了 你这孩子 我没有说你什么呀 走 进去 这孩子 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我都说不得了 先生 先生 这是揽约湾吗 是 是 是 不是 给 他怎么在这儿 我现在的样子已经改变了 我现在的样子已经改变了 他应该这么出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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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那个啊 这是蓝月湾吧 对啊 你见过这姑娘吗 这 这不是锦夕吗 对对对 那请问您是 这是我女儿 我是她爸爸的 原来是伯父啊 你找他呀 对对对 您能告诉我 他住几楼啊 锦夕他现在不在这儿住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去公司 一会儿你在楼下 喝杯咖啡等我 你之前不是一直 特别讨厌去公司吗 那是以前 但是现在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一下 看我干吗 没看 你明明看我了 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你不是要看树吗 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树 小林 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 你后边还有好多车呢 这么做很危险的 我乐意 怎么了 那 那你高兴你也不能 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这次回来 你高兴吗 你这样 你现在先开车 你开车我就告诉你好吧 你先说 我再开车 干吗呢 高兴 那是一般高兴 还是特别高兴啊 我认识你像有完没完啦 高兴 高兴我就开车 喂 喂 西长 是我 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 喂 是谁的电话呀 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 还是这个表情 是谁打过来的不能说吗 我接了那么多 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不是 你说这个贺锦细他现在不住这儿吧 对呀 伯父 你不会不知道锦细他已经结婚了吧 他结婚了他跟谁结他 他结婚了有没有钱的呢 不是 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 那个 那个人干什么的呀 伯父您放心吧 锦细他过得特别好 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刀凤凰了 不是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神龙集团的太子爷 顾锡城 是瞎胡闹 顾锡城啊 来没来 老李啊 顾锡城来了 你就少说两句 毕竟这个公司 是人家老顾家的 你就是到 他奶奶那儿是告诏的 弄不好 那可是搬起枝头 打自己的脚 我管他是谁家子呢 反正我知道 顾锡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 我要不是念在他爷爷 曾经对我有恩 他捅的那些娄子 我才不帮他 李叔 你找我 什么事啊 你们家人没教过你 进门之前先敲门 看看你什么样子 李叔 我从小就没了爸妈 是奶奶把我带大的 你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 你 你 老李 锡城啊 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了 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 可他一心一意 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 刘叔 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 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 是为了这个公司好 那么言下之意 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这 这怎么说 老刘 你什么也别说了 义承啊 你今天你是怎么了 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孙处优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是吗 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 是 刚才李叔说 我捅的娄子不帮我补 好 我捅的娄子我自己补 但是我要警告你们 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 支持常志成还是我 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要搞小动作 你